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會聽到有些消息說 有些研究顯示 人們感染了新冠狀病毒 康復後身體內對抗新冠狀病毒的抗體 全流的時間不太長 可能留下幾個月之後就會失去了 很多人就開始擔心 會不會感染完之後 抗體失去了之後轉頭又再感染了 如果這樣大家都很灰心 這個疫情就是沒完沒了 我覺得其實未必真的那麼灰心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幫助我們手的正義朋友 就是我們的後天免疫系統 今天就跟大家解釋一下這件事是什麼 我們的免疫系統主要分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Innate Immunity 即是先天免疫系統 第二部份就是Aquired Immunity 即是我們叫後天免疫系統 簡單說先天免疫系統 有一個快速應變部隊 即是病毒入了我們身體 感染了我們的細胞 幾個小時之內 先天免疫系統就會受到刺激 這一點點就是冠狀病毒 它一進入了我們身體 或是感染了我們細胞 很快就會刺激到 這個先天免疫系統的細胞 包括這個叫做Natural Cutler Cell 這個叫做Mecophage 即是巨石細胞 這些細胞受到刺激之後 它就立即攻擊這些受到感染的細胞 即是巨石細胞 因為巨石 即是說它又健碩 又喜歡食人 它就一口吃了這些新冠狀病毒 簡單說這個先天免疫系統 它就不是很搞得清楚 究竟那些病毒是怎樣 或者感染了病毒細胞是怎樣的 即是說它稍微眼睛見它不妥 就立即打 這是第一道防線 大家不要低估這個第一道防線 因為有些人估計 其實為什麼大部分人感染了這個新冠狀病毒 都沒事 就是因為他們的第一道防線 即是說這個先天免疫系統 很厲害 即是說這類細胞就很強勁 一看到那些冠狀病毒 或者冠狀病毒一感染了我們的細胞 它就馬上清掉它 所以那些人就不會因為感染新冠狀病毒 而變成肺炎 因為這個只是快速應變部隊 這個免疫系統很聰明 即是說當這個巨細細胞吃了新冠狀病毒之後 它將它破壞之餘 它就將它一部分的碎片 就會送到後天免疫系統的細胞上面 那這個作用是什麼呢? 那大家都看到 這裡就是這一片片紅色這些 就是新冠狀病毒的碎片 這些碎片就會去到後天免疫系統 主要就是兩類細胞 一個就是B cell 一個就是T cell 就是兩種白血球的細胞 幫我們繼續對付新冠狀病毒 那B cell我們就非常熟悉 病毒的碎片就會刺激這個B型細胞 產生抗體 抗體就很自然會幫我們殺了冠狀病毒 那很多時候我們說感染完之後 那些抗體會維持多久呢? 其實就量這個抗體了 那就是這一輪呢 量到出來就說 好像維持不太久了 那會不會說過幾個月又再感染呢? 那現在我們這件事都不知道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所以後天免疫系統 還有一大部分呢 就是由這個T cell組成的 那當這個病毒碎片 或一定病毒的抗原呢 去到刺激到T cell的時候呢 它就會不斷生長 生很多一大堆的T cell出來 那這些T cell呢 我們叫埋身肉搏 就是說B cell的抗體呢 就是巡航導彈 遠程飛彈那樣 那它就會分泌出來 去對付病毒 那T cell就是埋身肉搏 它呢就會令到自己生很多 複製很多T cell出來 這些T cell呢 當遇到一些感染了 冠狀病毒的細胞呢 它就會黏下去 就將它馬上殺死 那當它殺死了這些 這樣感染了新冠狀病毒的細胞呢 那這些T cell呢 裡面很多都會死的 但是呢 就很重要一樣東西 就是它一部分呢 就會轉化成為 一些超級的T cell 我們叫做Memory T cell 那麼這個Memory T cell呢 就是會認住這個新冠狀病毒 認很久的 還有呢 它非常之長命的 它會留在身體很久的 下一次呢 就再見到這個新冠狀病毒的話呢 它就會立刻走出來呢 又再呢 就是變成很多的T cell 就直接呢 將感染了新冠狀病毒的細胞殺死 所以說呢 即使呢 人們感染了新冠狀病毒 抗體未必維持很久 但是呢 理論上呢 這個Memory T cell呢 是可以留在身體很久 那麼我們未必量度到它 或者沒有那麼容易量度到它 但是呢 如果再有新冠狀病毒再來的話呢 它就會立刻走出來 保護我們的身體的 所以大家呢 就千萬不要以為說 抗體只有幾個月 或者打了針之後呢 抗體都不會維持得久 所以呢 就轉頭就會再感染了 未必一定的 我們還有一個正義的朋友在這裡 這個就是Memory T cell 但是當然這個 它的保護能力有多強 我們未知道的 但是呢 我們有理由相信呢 這個後天免疫系統 這個Memory T cell呢 是會有用的 那麼總結一句呢 我們先天的免疫系統呢 其實呢 就是看到我們身體有什麼不妥的細胞呢 它就會立刻幫我們清掉那些不正常的細胞 那麼後天的免疫系統呢 它就會比較認人多些 它就會認住那種病毒 反正有那種病毒來呢 它就會嘗試殺掉它 後天的免疫系統裡面呢 我們有Memory T cell 那麼它呢 就會躲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當我們需要幫助的時候呢 它就會走出來的 那麼雖然呢 我們未知道呢 這個新冠狀病毒的感染來講 這個Memory T cell的作用有多大 那麼但是根據以往我們的經驗來講呢 那麼這個Memory T cell應該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那麼所以呢 大家都不要灰心 繼續呢 要努力做足預防措施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訂閱留言 給我們一個讚好 下次再見 拜拜